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3月14日 水晶宫开队史最高新流沙夏 邮报报道 维费特 沙夏收到了沙地阿拉伯球队伊蒂哈德税后900万英镑年薪的报价 不过水晶宫方面想把维费特 沙夏留在球队 他们为了留人已经给他开出了队史最丰厚的合同 包含奖金在内 周星接近20万英镑 维费特 沙夏现有的合同将在今年夏天到期 球员也在考虑自己未来的长期选择 此前他曾表示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将专注于本赛季 据悉现在的情况是个球队赛季结束后 对务委费特沙夏自由伸转会仪式越来越感兴趣 报道提及 上周有消息表明艾纳斯 也有意在今夏签下维费特沙夏 不过伊蒂哈德正试图去赢下这场竞争 据悉伊蒂哈德为维费特沙夏开出的报价 相当于在英格兰获得了32万英镑的税前周星 而水晶宫方面并没有放弃与维费特沙夏续约的可能性 他们准备将这名前锋留在球队 报道表示 30岁的维费特沙夏在面临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阶段时 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谢谢你的收听 麻烦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